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首咒诅诗 大卫在这首诗里面情绪比较强烈 这是因为大卫当时正背负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心中满腹委屈 他迫切地寻求上帝的拯救 使他脱离恶者的诡计 读完这首诗我们就会发现 即使大卫的心情实在是坏透了 但他仍然选择在上帝的看顾之下 来抒发他的情绪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09篇 诗篇第109篇 我所赞美的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不言 因为恶人的嘴和鬼诈人的口 已经张开攻击我 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 他们围绕我 说怨恨的话 又无故地攻打我 他们与我为敌 以报我爱 但我专心祈祷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 以恨报爱 愿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 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他受审判的时候 愿他出来担当罪名 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 愿他的年日短少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 他的妻子为寡妇 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 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 愿强暴的债主 牢笼他一切所有的 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 愿无人向他绵延施恩 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 愿他的后人断绝 名字被涂抹 不传于下代 愿他祖宗的罪孽 被耶和华纪念 愿他母亲的罪过 不被涂抹 愿这些罪 藏在耶和华面前 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 因为他不想施恩 却逼迫困苦穷乏的 和伤心的人 要把他们致死 他爱咒骂 咒骂就临到他 他不喜爱福乐 福乐就与他远离 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 这咒骂就如水 进他里面 像游入他的骨头 愿这咒骂当他 遮身的衣服 当他长束的腰带 这就是我对头 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 从耶和华那里 所受的报应 主耶和华 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 以你的慈爱美好 求你搭救我 因为我困苦穷乏 内心受伤 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 我如蝗虫被抖出来 我阴近时 息骨软弱 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 我受他们的羞辱 他们看见我便摇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 照你的慈爱拯救我 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 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 任凭他们咒骂 我愿你赐福 他们及时起来就必蒙羞 你的仆人却要欢喜 愿我的对头披带羞辱 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 为外跑遮身 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 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 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 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 就像大卫一样 当我们被人误会 或是心中有说不出的苦 我们的心里会生气 会怨恨 也会有许多负面情绪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当我们有这些情绪的时候 要怎么反应出来比较好呢 大卫教我们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专心祷告 相信当我们专心向神来说话 交托给他 就好像让情绪经过了一个滤网 慢慢地慢慢地 我们的负面情绪会出去 取而代之地 是神的平安 要进到我们的心中 今天就试试看 播出时间 找个安静的空间 专心和神 说说你的心事吧 我们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叔 我要安静在你面前 专心向你祷告 求你挪去 我心中的负面情绪 并且以你的平安充满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在神的话语中 心力更新而变化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